代表台湾参加东京奥运的陈念琴 两年前就开始备战 一直待在高雄左营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集训 7月19号即将出国比赛 清大校长贺成红特地视讯替陈念琴打气 戴上拳击手套 各控和陈念琴集拳加油 这次前进东京奥运 陈念琴将挑战64到69公斤的次中量级 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近期公布的最新排名中 陈念琴为全世界排名第四的种子选手 因此可跳过32强赛 第一场比赛就直攻7月27号的16强赛 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有努力 大家看见你 然后有这个机会 而且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刚刚好你才有这样子 但是它不是每一次都会出现 这个成功不是每一次都会出现 所以在成功之后你要如何去 就是抱持一个感恩 然后你再很谦虚地继续努力 继续往前 我觉得这是我们当运动员最重要的功课 面对疫情挑战 对选手及教练都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清华大学运动科技中心 与陈念琴的教练团队合作 开发全级勤搜系统 以大数据分析 可能遭遇到的16强对手比赛影片 协助教练拟定战术 清华全级教练柯文明也表示 陈念琴很努力 目前的体能和心态都调整得非常好 希望能在奥运拿出最好的表现 为我争光 新唐人演的电视连球侠 他们新竹采访不到